推著坐輪椅的老人 出門曬太陽 腦道部調查發現 2018年6月 家庭看護總薪資 平均一萬九千九百二十七元 產業外勞來到兩萬七千七百八十八元 比台灣勞工的22K還高 19,000元 從阿媽阿亨來得到 20元 如果我們有工作 有時候會很難 工作含苦 原來是家庭看護 每日平均工時十點二小時 只有六成五假日有放假 至於產業移工 每月總工時平均一百九十五點三小時 加班工時就佔三十四點一小時 那外籍勞工是加班 如果他是像台灣的勞工一樣 週休二日 然後可能會覺得有點奇怪 外勞義合 公然違法 另一頭勞團控訴 即將上路的外勞義合制 違反本勞優先原則 也就是說台商回流時 可以先聘用外勞 目前企業使用外勞最高的比例 大概就是40%的一個比例 雇用足夠額度的這個比例的 本國級勞工 一年以後才要來查核 勞團就擔心政府違法圖利特定廠商成為血和經濟推手 以製造業的所謂的勞動成本已經因為過去不斷的擴大外勞使用 在過去十年是以每年負2.5%的速度在下降 那這就造成台灣低薪最大的一個原因 勞動部回應雇主聘雇外勞前一樣要有聘雇招募本勞的 相關程序並無違法 就判引進外勞的同時別忽視勞工的權益 東森財經新聞中心妍張博祥台北採訪報導